准备一段独白送给大家 但是在这之前呢 来一段小的这样的一个 声音的一个配音 现在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段子 就是说你两千块的声音 能够配什么样的东西 那两万块钱的 那个概念的价值 能够配什么样的声音 做个这样的一个 小小的这样一个概念 先是来两千块的声音说 职场知识长满地 飞宜莫属 真真气 欢迎各位收看 君乐宝长知识了 知识酸奶 所冠名播出的飞宜莫属 那这是两千块的声音 两万块钱的声音呢就是 喝知识 长知识 飞宜莫属 敬请 期待 大概是这样 那接下来我认真地搞一个独白 请原谅我审判长阁下 我看你是采用了一种 普通的审问程序 用那种程序 我将无法尊重 这段独白是我大学 我的老师教给我的 解释致敬老师吗 你们似乎 对我的姓名很感兴趣 可是我现在 不能把我的姓名告诉你们 因为 我的父母遗弃了我 我根本就没有姓名 可是 我知道我父亲的名字 但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 谢谢 这个选手的声音很好听 随着科技的发展 AI技术会逐渐逐渐地代替这种 报幕员传声筒的这种固化的工作 所以说如果说你还希望在这个行当里面 有所建树的话 我希望大家去 像图类一样 多丰富自己的内心 或者说找到自己机器无法替代的 独一无二的才能 好 我对这一段保留看法 因为这一段恰恰在小说里我是看了的 整个的细节我都看了 你只是把声音说出来了 就是一个完整的表达 你一百分 但里面的内置你没出来 俏皮没有 完事不公没有 那里面这个人的个性 你完全没有示范出来 你只是把声音夺出来 表达出来 对不起 这块减分 有点遗憾 就是你折腾了 就是你想表达的是来配音吗 还是陶醉在自个儿的声音 你看我在前面顶你的时候 就一定要往你商用上 往那个模块上用 但是你还是在你陶醉声音 甭管你就把佟字容的声音 可以学得很好 乔真的声音学得很好 但是找工作这件事 没有机会 所以你该赶紧现在看一看说 好 让我我是做活动主持 让我我是可以做内容制作 你是不是赶紧要转 否则的话 你今天很可能全场灭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你捡到的包里面 有五千元现金 还给施主时 施主说包里少了一千 认定是你偷的 你怎么辩解 首先我会问他说 你是否确定这个包里面 本身有多少钱 你确定 这是第一 第二我在还给他的时候 会有另外旁边的人 作为媒介去确定这个事情 你觉得这样说得行吗 如果遇到胡搅蛮缠的人 可能差一点 那你怎么办呢 如果遇到胡搅蛮缠的人 你怎么办 男爵这样吧 你就遇到我 说你捡到了我的钱包 对吧 你还我的钱 怎么少了一千呢 你确认吗 里面是少了一千 当然确认了呀 当时有多少呢 当时五千啊 这个我还真没拿 这是我 如果我是没有拿 不是 你说没拿我钱少了呀 包是在你手里吧 如果你说我要 我捡到你的钱包了 对 怎么会只拿你一千块呢 对吗 我要拿就全拿了 我还都不还给你 我现在还给你 你少了一千块 你觉得是我拿的吗 那我其他的钱 我还不如拿四千少一千 就有点不是说 有点耍无赖的这种感觉 那我就是觉得 某些方面来说 没什么太大的比 情商课 其实并不考这个具体的问题 而是看他考虑思维的 逻辑思维方式 你在这一点上 其实如果我要是 跟对方去争辩的时候 我会按照对方的逻辑思维 找出他逻辑当中的错误点 然后让他自己 自己在自己的逻辑里面 绊交了 这样的话就说通了 好的主持人 很多人会觉得 主持人特别容易 就在台上说话就好了 其实表面上看是说话 其实深层次的是 逻辑深层的思考 以及应变能力 而在这一点上 你比你身边的 图类老师 差的不是一个阶层 这个罗南爵啊 他如果做普通的活动主持 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只要是不需要太过于亢奋 像那种商品促销类的 他一时可能那个洗劲 还上不来 但如果做普通的程序性的 流程性的这种工作 还是可以的 如果有这样的岗位 愿意留给他 就留灯吧 好吧 第二轮选择许侯磊 还有一盏灯 直接进入弹前 不上感情 上海 嘉定 以兴七千 然后也会有业绩要求 但不是那种会消失的业绩要求 工作的这个时间跨度 两种 你选 七千的这个你可以不做班 但是每一次出差都是千里迢迢 第二种是你在公司做班 加赌制人 同时在你做班的时间 我觉得你这个声音很值钱 大概在我手上 至少能值得 一年能值个几百万 叫声优 每次有播音系的人来声音 他都是这么说 对 看我钱 好 杜子健这个钱 还要不要谈七千 要谈 因为给说两个选项 直接说你要答多少 我选择第二项 那你第二项的岗位 到底是多少钱的 你又没说 底线八千以上 一万吧 我接受 好好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见解传媒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见解传媒 去吧 好 好 好